新北市瑞芳的茶壺山可以遠眺大海 風景優美 是很多登山客喜歡造訪的地點 不過昨天一名曹信書記官和女性友人 到茶壺山登山 卻不小心跌落洞穴 警方搜救時發現書記官已經罹難 而且她的針袍還有另一具白骨 初步推測這具白骨可能就是去年 失聯的另一名登山客 22號白天 書記官家屬回到新北市瑞芳的 吳爾茶壺山招魂 因為前一天 一名56歲的曹信書記官和林姓女子 就在這抓著繩子準備徒步攻頂 沒多久書記官跌落洞穴 不幸身亡 警銷搜救赫然發現遺體旁還有另一具白骨 事發隔一天 殯葬業者在白骨旁找到攝影器材 背包和腳架 警方初步研判 這具白骨很有可能是去年6月失蹤的連姓攝影師 當時他也是到茶壺山拍照 卻從此失聯 目前檢方正會同法醫 確認白骨身份 就是要照相 要取那個風景 結果就從那個地方掉下來 就分下來了 對 那一段就是延遲路 然後避免很失滑 對 很危險 我都會下載一個登山最終系統 它可以讓你的行蹤會顯示出來 那你輕人找人找得到 這幾位登山客經驗老到經常造訪茶壺山 但仍舊不敢大意 畢竟茶壺山風景優美 卻險峻難爬 加上萬一天氣不好 露面濕滑或起霧都會增加危險性 登山客除了必備器材 也靠科技幫忙定位 做好萬全準備 孝心為上 UdnTV綜合報導